爆炸轰鸣,砖石崩碎如雨,伴随着地动山摇般的阵战,太平门成员瞬间残破轻颓,正午灼热的阳光下,天津城内各处接连燃起熊熊大火,硝烟弥漫之中,府流半片烂布与妖响用的口号在周遭响起,显示着太平军与城邪王的决心。 天王府的三层高楼之上,有天王洪天贵府匆匆登临远眺,摇见城外的湘郡已从太平门缺口蜂拥而入微风拂过,望楼四角悬挂的风铃依然发着悦耳的轻音,而属于少年的帝国,却正在漫天烟尘中缓缓解体和崩塌。 作为天王洪秀全的继承人,命运给了他普通人无法企及的荣华富贵,也将太多本不该这个年龄背负的苦难,统统加诸其身。 天津城破时,洪天贵府尚未年满十六周岁,一个多月前,她才刚刚失去父亲,在国运微如雷软之际,又忙忙懂懂成为太平天国的第二任天王,而仅仅坐了四十九天的皇帝宝座,年幼的新军便要开始颠沛流离地逃亡生活。 只是覆巢之下焉有顽暖,天津城外的旷野,黑暗笼罩了一切,等待右天王洪天贵府的,除了眼前无尽的迷茫,便只剩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逃亡之路。 1864年7月19日正午时分,乡军集资营以学敌攻城之法,将太平门城墙炸开长达二十余帐的户口,历时两年零三个月的天津争夺战,最终在剧烈的爆炸声中落下了帷幕。 眼见大势已去,而城内正爆发激烈巷战,李秀城盲率千余人马由前线退至天王府,准备寻击携右主突围出逃。 然而各处城门均有重兵囤首,值得辗转避至清凉山顶,待出庚时分,众人换上此前缴获的湘军服饰,趁着夜色仍由太平门溃破处突然冲出,踏过孝陵尾层层叠叠的湘军营垒,消失在天津城外茫茫的旷野之中。 孤城,黑夜,国破,家王,拼死远顿之际,一切都显得如此的悲怆凄凉,然而颇为黑色幽默的事,这次仓皇出逃竟还是右天王十六年里第一次离开天津,自四岁时跟随太平军进入天津定居,此后便在未踏出攻门一步,可怜洪秀全敌张子,天国未来的储君,却只是个拥有高贵血统的囚徒。 春去秋来十一在寒暑,耸至的高墙,围起了红天贵符漫长的童年时光,外面的世界对右天王而言,渐渐只剩记忆里越来越模糊的印象。 而即使在这方狭小的天地之中,他的童年也并不幸福,洪秀全非常重视接班人的教育问题,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儿子阅读的书籍被严格限制为太平天国内部堪性的宗教文献。 除了父亲,宫内没有任何男性出入,母亲也不在身边最亲密的同龄人,只有比他大十岁的启蒙老师,同父异母的姐姐洪天娇。 每日四字向天王磕头请安,用膳食更需反复虔诚祈祷,宫廷岁月沉闷无趣,意识助行刻板机械,而这些与世隔绝,周而复始的枯燥生活,便构成了他对童年的全部回忆。 封闭的生活环境,极端的教育方式,没有沟通交流的渠道,又缺乏正常的人际交往。 所有这一切,不仅让红天贵妇对外界事物的认知颇为有限,更令其心智发育相比十六岁的年龄而言,显得极不成熟。 而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也为此后又天王一系列幼稚,荒唐的言行,在冥冥之中找到了助教。 如今这一切,终于随着天津陷落而结束,他逃离了天王府十余年的稚固,而他的母亲,兄弟和妻子,几乎所有亲人,却都留在了被战火吞噬的天津城内。 但太平天国的新主人,毕竟只是尚未成年的孩子,国仇家恨,重整和山对他而言,也许是个太过沉重的话题。 如何平安离开,然后努力地活着,可能才是十六岁的他,此时此刻最关心的问题。 虽然侥幸逃脱出城,但湘军察觉后,追兵随即贤委而来,李秀成只能将一千余人的队伍分为两部,前队三百人,有尊王刘庆汉和养王级庆元等互为幼主先行,而中王则亲率剩余七百人断后欲敌。 此前,因为与洪秀全在战略方向上存在重大分歧,作为天津保卫战的总指挥,他一直饱受天王的猜忌。 然而,即使在大厦江庆的最后时刻,中王依然表现出了对太平天国,对洪氏夫子最大的忠诚,天津城破,李秀成没有设法营救家人,甚至抛下了自己年迈的母亲,却第一时间护着洪天贵服脱离险境,而生离死别之际,中王又将跟随自己多年的战马, 无私地让与右天王骑成,也正是因为做其不善奔驰的缘故,在乡军马步追击之下,李秀成很快便与本部人马走散,向西局局独行,流落于天津南郊的方山之中,7月22日,不幸为乡军俘获。 在完成的那篇充满争议的中王李秀成资数后,41岁的太平军统帅最终遭曾国藩杀害,前队这边按照事先的部署,众人将一路向南,前往由十几万太平军驻守的重镇湖州,但黑夜之中南边方向,为防部队走散,尊王刘庆汉便将白色丝带细域枪间在前开路,方便众人以此为目标,紧随而行。 由于殿后部队的殊死抵抗,右天王一行得以相对从容地摆脱追兵,但在确认彻底安全之前,随行人员依然对右天王采取了最为严密的保护措施,凡是公开场合,总会有与红天贵妇同样打扮的少年十余人环坐一圈,另外人难以分辨真伪,而其余时间,则有几名标情大汉,寸步不离地拱位于右天王左右,直至7月下旬,这支流亡的队伍最终进入仍在太平军中, 控制之下的安徽广德州,或西右天王逃出天津,并以平安抵达广德,洪秀泉的足地,正在湖州筹挫军粮的干王洪人干大喜国望,连日备办共务,并于7月底赶赴广德朝近幼主。 劫后余生,书职重逢,双方自使悲喜交际,因为唐书的出现,让洪天贵妇在逃亡之际多少感受到了一些亲人的温暖。 而洪人干带来的十几车衣钵,食物,也让一路担惊受怕颠沛流离的右天王,再次过上了相对安稳,富足的生活。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都城天津虽被攻破,但幼主毕竟逃脱了湘军的追赶,此刻近在咫尺的湖州又还有十几万重兵把守。 行至山穷水尽处,命运似乎又为太平天国带来了一丝曙光,只是洪天贵妇和他的追随者们哪里会料到,广德城中这十几天的太平岁月,竟会成为其逃亡之路上难得的,也是最后的幸福时光。 在广德修整半个月后,右天王一行动身前往湖州,随即洪天贵妇任命干王洪仁干,尊王刘庆汉为政府军师,而湖州首将,赌王黄文金则仍然负责太平军的作战指挥。 天津沦陷一个月后,太平天国新的领导核心再次成形,然而湖州的形势却并不乐观。 此前因曾国藩急于向朝廷邀功,在上奏金陵客府时,曾特别指出为右主激心于宫中,举火自焚。 因而湖郡在追缴天经漏网之余时,并为全力以赴。 但洪天贵妇抵达湖州后,黄文金为了稳定人心,便大张旗鼓地宣扬右天王上在人间。 这样的舆论宣传,在凝聚士气的同时,也势必换来清军更为猛烈的进攻。 从八月下旬开始,城外清军日渐增多,而湖州又孤立无援,攻守双方连番恶战,行使剑拔弩张。 太平军的处境日益艰难。 有鉴于此,甘王在与黄文金、刘庆汉等将领商议过后,决定放弃湖州,率所部开赴江西。 先与京略干省的士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诸部取得联系,再去到湖北与福王陈德彩大军会合,然后占据京乡,接而逐鹿中原。 为确保佑天王安全,8月24日,洪天贵妇被护送着先行撤往广德。 而临别之际,红仁甘还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圣旨,赵令在江西转战的士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尽快率部北上,与建昌,辅州迎候圣驾。 四天之后,黄文金率胡州军突围,向西撤王广德与幼天王回合。 至此,太平天国在南方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宣告失守。 而离开胡州之后,厄运便开始接踵而来,出城不久。 太平军的重要将领,府王杨府青便在混乱之中与大部队失散,行至宁国府渔村,勇将匡王赖文宏又不幸战死。 9月3日,胡州太平军遭遇南下以来最致命的打击。 全军核心堵王黄文金在浙江昌华白牛桥作战期间,不幸被清军台枪洞穿又泪,随后伤众不知而亡。 黄文金的意外殒命,顿时令胡州太平军陷入群龙无首,号令不一的危机状况,部队军心浮动,战斗力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而红人甘本是一届殊胜,对行军打仗可谓一窍不通,尊王刘汉秦自立浅薄,又根本无法服众。 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下,胡州军是屡战屡败,损失惨重,花变,投敌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不过短短一旬时间,出发时的十数万太平军,在抵达浙江淳安后,便已只剩三万余人。 9月中旬,胡州军在安徽晖州附近建口为追兵所败,万余将士阵亡。 当夜涉水过河时,又与清军伏击,守王范汝曾渡河授阻,无奈脱离大队,此后辗转北上加入碾军。 9月28日,太平军在江西陈芳一带再造重创,襄王刘官芳,与王李瑞生被擒,王宗谭前元和谭庆元等集体倒戈。 连番溃败之后,红天贵府身边仅剩寥寥两千余人,部队无力欲敌也不敢接战,只能一味仓皇难逃。 在此期间,为侧右主万全,红天贵府被剃去了恶前长发,并开始改换寻常袍府。 好在此时已进入江西地界,只要能及时联络上狮王李世贤,逃亡部队面临的所有困境将会迎刃而解。 1864年10月4日,红天贵府和红人甘等到达江西新城,但此时噩耗突然传来,李世贤不仅没有奉旨于釜州, 建昌后架,反而在右主抵达江西之前,便早早挥师南下吴陵,进入了广东,最后的救命稻草也没有了。 对于绝境中的红氏舒芝而言,这样的消息不是晴空霹雳,但仔细分析, 世王的所作所为,其实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与唐兄中王李秀成不同,李世贤常年在江浙地区征战,与九居天境的红秀全并无太多交集, 对右主红天贵府就更谈不上有任何的感情可言。 此时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落难中的红天贵府,几发天子威望,又无可用之兵。 如果说湖州的黄文金还需要依靠右天王来称称场面,那么兵强马壮, 已然在南方太平军中为我独尊的世王李世贤,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而作为太平天国名义上的主人,一旦将右天王迎至军中, 必将会成为蜻蜓追角和打击的首要对象。 复朝之下,残存的太平军诸部举步维艰, 如果再带上右天王这样一个累赘,对于李世贤而言, 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李世贤不辞而别,但好在红人甘听门南方太平军的另一只人马, 康王汪海洋部尚徘徊在瑞金,余都一带, 此刻已别无他法,甘王只得带着右主继续南下求生。 十月五日开始,右天王一行, 右新城向西南急行两百余礼, 五日之后,在江西广昌又再度被敌人追击, 且战且走坚,又被逼至白水岭,太平军恶岭立战, 勉强将追兵击退,强打精神后狂奔三十里, 于黄昏时分进入赣州府境内的石城杨家牌。 众将士一路奔波又连日苦战,早已疲惫不堪, 眼见天色江板而追兵又不见踪影, 红人甘便决定全军就地夜宿休整, 等次日四更时分再拔营出发。 鸡肠鹿鹿的将士在埋锅造饭之后, 纷纷倒头大睡,因为过于疲劳, 甚至连侦察和警戒的岗哨都没有设置。 不料身后清军遥望旷野之中吹烟似起, 料定又天王一行正于前方宿营, 随悄然逼紧杨家牌, 并于三更时分突然发起进攻, 太平军众人游睡梦中惊醒, 只见周遭骨脚齐鸣, 喊杀震天, 大批追兵已蜂拥而至, 兵族惊慌失措下, 纷纷四散溃逃, 混乱中红人甘, 刘清汉相继被俘, 而红天贵夫亦被乱军冲散, 荒布则路下纵马奔出树里, 随后失足坠马落入深坑, 也正因如此, 又天王才侥幸逃过追兵的搜捕。 1864年10月9日, 太平天国流亡小朝廷 最终在杨家牌夜袭中为追兵击溃, 而遗憾的是, 此处距离他们前往投奔的康王汪海洋部, 已只剩一百多里的路程。 红天贵夫孤身于荒山野岭中游荡四天, 因饥饿难耐实在无法支撑, 只得被迫下山求生。 下山之后, 遇到一户唐姓仁家, 他谎称由湖北逃荒而来, 并未引起主人疑心, 而此时又正值农忙世界, 唐家人便将其暂时收留, 帮忙做些农活。 然而小皇帝平日里养尊处优,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既不会收割耕种, 又经不起田间地头的劳作之苦, 仅仅四天之后, 便被忍无可忍的唐家人扫地出门。 可怜他自幼长于深宫, 没有任何谋生的手段, 对外面的世界又完全陌生, 流落市井之后, 茫然不知所往, 只能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其间虽侥幸躲过清军两次盘查, 但中阴容貌, 年龄和口音等问题, 于10月25日被瑞金地方团联查获, 随即被押送至南昌江西巡抚衙门, 从盛夏到深秋, 从天晶到瑞金, 属于幼天王的漫长逃生之路终于结束, 身险淋雨之际, 红天贵符表现得极为顺从, 且充满回忆, 迅速写出两份内容大同小异的供词, 并发挥自己有限的文化水平, 先后创作了三首诗文, 以此为大清歌功颂德, 并表达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 不得不说他的诗, 浅词造句粗落不堪, 自理行间又极尽逢迎谄媚之能事, 不仅肉麻地吹捧清朝皇帝, 更将太平天国的将士比作乱臣贼子, 如今我不作长矛, 一心一意抚清朝, 清朝皇帝万万岁, 乱臣贼子总难逃, 当然, 在求生欲的驱使之下, 我们不能过分地苛责一个不满十六岁的孩子, 丧失气节, 既不曾面对政治斗争的你死我活, 又未经历过战场之上的血雨腥风, 在温室中长大的红天贵妇, 被捕之后怎么可能表现得镇定自若, 铁骨铮铮, 只是揭竿造反, 本就是刀头填血的营生, 何况身为红袖全笛子, 太平天国新军, 如此罪大恶极, 他理应明白, 被俘之后绝无生还的可能, 然而荒唐的是, 幼天王连成王败寇, 斩草除根, 这些骑马的斗争常识都一无所知, 在牢狱之中将清朝官员亲切地称为哥哥, 还幻想着日后考取功名, 许其生子, 真不知是天真还是幼稚, 是可怜还是可笑, 姚伟起怜, 最终未能改变必死的命运, 幡然悔过, 也无法挽回满清统治者, 除恶无尽的决心, 1864年11月18日, 红天贵妇被押往南昌市曹, 而蜻蜓为震慑民众, 以警校友, 竟对这个少不更事, 有毫无威胁的半大孩子, 施行了最为血腥残忍的凌迟之行, 当日刑场之上, 红天贵妇周身赤裸, 手足背负, 遭利刃切割1500多刀, 整个行刑过程持续将近六个时辰, 最终太平天国幼主, 在撕心裂飞的哀好哭喊中, 戏绝而亡。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